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刚经》里面所说的 这些原理原则是整个佛法的要领 不仅仅是薄弱布啊 也就是说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总纲领就是金刚经 因此 这个道理方法 无论应用在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都能达到最高的效率 所以说无论你修什么法门 由此可知 《金刚经》在中国佛门当中 确确确实实 无论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 没有说是没有念过《金刚经》的 很少很少听到啊 这一问《金刚经》都很熟都念过 至少一生当中也念过一遍两遍嘛 这就是说您这个经里的所讲的是总纲领 可是你读是一回事情 如果对经义不能透彻明了 不能应用在你的行门当中 那也没用处 那是读了也是白读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道理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很透彻 应用在行门当中 这个行门呢 此地讲的修和法门呢 那是你依照佛法某一个法门修去 可思而论啊 在这几天呢 同学们听了之后 你也有相当的了解了 心门是什么呢 心门是生活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绝对不是我们修行的法门 跟我们的生活脱阶了 没这个方法 脱阶了不是修行的法 从早到晚 从早到晚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所有一切行持 都包括在我们那个法门之中 修念佛法门 修念佛法门 穿衣吃饭都念佛 与念佛都相应了 没有离开念佛了 参禅的人 穿衣吃饭 也没有离开参救啊 诸位从这个例子就能够想到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通通都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是佛法 所有一切法门 它的总纲理 总的原则 没有超过金刚经 都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所以你要领会金刚经里面的精力 精神精化了 意识道理 你要能够体会到这个薄弱的真正的意趣 它的道理论 它的方法 它的境界 你去做 把它用在你自己的法门当中 如果我们念佛 我们就把金刚般若用在念佛法门当中 那个参禅的呢 它就把金刚般若用在参禅的法门当中 持咒的参禅的已佛如实 持戒的已佛如实 都把这个原理原则 又用油 它的成就不仅仅是快速 一定高明 快速我们能想象到当然快速 为什么呢 它交给我们从根本下手 破三章断烦恼开智慧 都是从根本上下手 所以成就既快又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